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在我的頁面講得最多的字 貼上更深的永久雙眼皮 現在看到我左眼和右眼很明顯的分別 這邊其實我沒有貼的 因為你看到很小小的 就是我不小心用錯了一隻 會敏感的單面雙眼皮膠紙 所以變成這樣 所以我只會貼這邊 為了平衡 所以我就會把這邊貼高一點 其實我自己又不是一個專家 我也是因為看到很多 我的客人或者網友 他們都成功過貼上永久的雙眼皮 所以我就再滴起心肝再貼 如果有缺乏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我的專頁發問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更加專業的網友 我都會再分享自己的心得 告訴大家 先說一點點 就是你貼之前 你要好確定 你自己本身的雙眼皮在哪裡 其實我的雙眼皮是深的 而以我的經驗 就是我不可以只貼少少在鼻子 其實為何我要再貼 因為我的眼尾開始有點膩 所以我想貼高一點的眼尾 令它深一點 看上去就沒有那麼膩 所以我要知道 我本來的雙眼皮 還有我想做到想要有多高的雙眼皮 那你貼的時候 最好就比你本來的雙眼皮 或者你想要的那個更加高 因為貼完之後 我是晚上貼的 晚上貼完之後 到第二天 其實它會有少少下降 所以就要貼高一點 另外就是因為我的雙眼皮比較深 所以其實我不可以貼後面那麼少的地方 我要連眼頭 整條這樣貼過去 到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算撕掉它 它也會再夠力一點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我只貼後面那一部分 眼頭不貼的話 因為我本來太深 變了其實我自己的雙眼皮太有力了 變了貼完出來 那條線不夠力 所以其實你貼多高 你記得是貼過你想要高一點的位置 但是貼多前 就看看你自己本身的雙眼皮 內摺有多摺 但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你很腫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貼的 又或者你眼皮本身已經很鬆 都貼不了 而且有些朋友都擔心 會不會貼得多 眼皮會鬆 就看看你自己平時 你又貼又撕又撕 就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但因為我平時是 一貼就可以了 而且我撕的時候 我不會就這樣撕的 我通常早上洗臉 濕著臉的時候 濕了之後 很柔軟地洗走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工具很簡單 一卷3M的單面膠紙 其實只有一隻 就是整卷 你自己剪出來 雙眼皮膠紙 一單面 一個眉鉗 一個彎的眉剪 最好它是大把一點的 因為有些彎的眉剪 其實它前面的位置很細很短 變了就比較難剪 所以你買一把長一點的 還有一個雙眼皮膠紙 例如你買的雙眼皮膠紙 它通常會有個棒棒的 你最好有一個棒 就比較方便 還有剪的時候 盡量自己的手指 不要碰到膠紙的一面 否則你碰到它就難貼了 這樣呢 就拿大條一點點 用兩隻手指 將它固定 剪掉它 然後就盡量不要碰到這裡 之後呢 膠紙的弧度 就是用來剪雙眼皮的弧度 那你就大條這樣剪掉 你看如果你用彎的 就很快剪掉那個弧度出來 那如果你剪長一點的 你就再加 然後呢 下面 再剪 那如果呢 你要剪厚一點的話 你就要剪肥一點 那如果你想 如果你是化妝的話 之後要 你可以剪幼少少的 但是呢 我的尾巴就不用太漂亮 我是睡覺的時候黏的 所以就不用太漂亮了 那之後呢 你現在不是定住定住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就用你那個 那個 眉鉗 然後呢 然後呢 你這裏不是黏著尾巴 那這裏呢 就是我用來貼前眼前面的了 那然後就開始貼了 那開始貼的時候呢 用你那個棒棒 就找一下你想要的位置了 就是我本來是這裡嘛 那所以其實呢 我就想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呢 所以你自己記住這個位置了 那我就由眼頭開始貼 之後呢 就貼到去上面少少少 於是呢 先貼眼頭先 那單面的好處呢 就是呢 晚上睡覺都覺得舒服一點 那還有呢 你可以用手指碰住 沒有東西那邊 那我就 對啦 那就是用手指 把手指刮走空氣出來 前後也是 那因為我不是化妝用的 那所以呢 黏著一點也沒所謂 那你就再刮回 出明顯少少少的形吧 就是這樣啦 因為我這邊太腫了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就一定呢 就一定要貼高少少去平衡 去平衡 要不然我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這邊就很大小眼的啦 所以這個棒棒就是這樣用啦 再近看少少啦 那這個呢 你呢 你看到現在呢 我整條呢 都是高了深了的 尤其是眼尾的位置 那但是呢 你呢 會看到呢 這裡呢 好像呢 有兩個眼尾那樣 但是呢 之後呢 你拿起來了 那這個眼尾就會倒下來呢 那呢 就會沒有 那麼明顯有兩個眼尾的啦 就算是稍微的是 那這個眼尾的 那這個眼尾的 就算是一種眼尾的 那這個眼尾的 會不會有的